今天想要來做的是皮秒雷射 因為這是最近蠻新的技術所以蠻好奇的 那也想說因為本身我皮膚比較暗沉 然後毛孔都比較粗大 所以想說看可不可以用做皮秒雷射的這個部分來改善我們的膚質 然後改善讓皮膚看起來比較亮 然後毛孔可以收縮 整個人會看起來比較有精神 我剛剛做完了皮秒雷射 然後我剛剛做完之後整個臉很燙很紅腫 但是美容師就是很細心的就是在幫我做術後的保養 然後在整個在做皮秒的過程當中 那醫生也非常細心的跟我說 就是我們接下來的動作是什麼 就可以稍微解除我的一些緊張感 那剛剛醫生有講說大概原則上做完之後 差不多一周之後就會有很明顯的效果 所以現在內心也蠻期待的 那因為美容師剛剛說後的整個保養 讓我覺得就是整個皮膚也不會那麼的燙 我大概才做完以十分鐘而已吧 其實是沒有很紅腫 或者是有不舒服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整個整體上 今天這次的服務我覺得非常好 那也很期待一周後的效果 它會很明顯的效果 今天到後的照片